因为郭台铭昨天展现实力 昨天那个85座 真的是声势好道 秀肌肉 秀他的实力 但问题是现在的民调 似乎有一些反转 因为侯也有好像已经爬到第二了 跟柯文哲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在这种情况下 那侯科两个人 有可能理郭台铭这位猪老四吗 是 这个郭台铭讲的三只小猪 大家集中焦点都在讨论谁是大野狼 其实或者讨论说 三只小猪会不会团结 但是我讲的三只小猪 最重要的重点是盖房子 不要忘记的猪老大 很偷懒盖了一个茅草房 风一吹就打了 这叫柯文哲 最近的民调就摇摇欲坠 第二只小猪 盖了一个比较坚固的小木屋 国民党比较坚固 有一些基本盘 所以他是一直撑在20% 但是一撞 大概就快要撞翻了 最重要的是郭台铭说 我是猪老三 我盖的叫做黄金屋 坚固无比 所以这个坚固无比 所以昨天就来了这场餐会 张荣卫说所有的运林人都挺下去 我要跟大家讲 张荣卫不只是 我也是运林人 他在运林当然有极大的影响力 但是除了运林之外 别忘记了全国的农渔会系统 包含这次的北农 也是被他的所谓的农渔会 跟合作设计系统拿下来 为什么张荣卫有这个实力呢 因为他长期在台湾的黑白两道里面 他纵横了台湾将近三四十年的时间 不要忘记国民党绝对不肯开除他 为什么因为他是五党籍 我要讲他是五党籍 为什么那么关键 是中南部台湾的中南部 一堆都是五党籍 台南现议会就好了 全部几乎三分之二都是五党籍 这些五党籍根本没有党籍问题 他们只有你有沒有黄金屋的问题 有没有资源下去我就帮你动 所以已经有传出 你的箱带的服务处 在哪一个东石箱的箱带服务处 代表会的服务处 一个小代表的服务处 租给你到年底20万 砍棒挂起来变成连署站 这个是对于这个服务处来讲 是非常好用的嘛 那我顺便帮你郭董连署嘛 我又没有党籍问题 我在这一局里面就听你郭董 所以这些中南部的国民党 所说的朱立伦所说的牛鬼蛇神 全部会被这些黄金屋 全部放下来嘛 放下来后郭台铭就有这个底气嘛 所以郭台铭的三个步骤 我觉得第一步就是造势跟宣布嘛 现在他要办十场的造势活动 让这些所谓的牛鬼蛇神 议长相待全部站在他后面 叫造势 然后再早一天宣布他要参选嘛 那这个所谓的喝咖啡 只不过营造我参选的正当性 你们柯文哲不跟我合作 不跟我喝咖啡 侯友宜不跟我合作 不跟我喝咖啡 是你们破坏团结 是你们当三猪小猪的老大跟老二不争气 所以我猪小老三才出来盖这个黄金屋 帮大家争气 这个是郭台铭要造的一个事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他第一阶段一定是造势跟宣布参选 当他凝聚了这个正当性 他就宣布参选了 第二步叫做联署雇装 刚才讲过了 所有资源下去 联署记下去 名单一会整 一个选区 他要联署五十万份 一个选区将近有八千份的名单 这个八千份的名单 是有身份证 找得到人有住址 我可以记信过去 候选人可以去拜访了 所有的小鸡们 都可以多多想要这个八千份的名单 那是十大票 包含国民党的小鸡们 所以我就透过联署来进行 对于蓝白阵营的绑装动作 蓝营的小鸡愿意下去 八千票 那比克文哲在那里 我们大家八千 来回就是满落的事情 在很多激烈的选区里面 这个八千票就是最后的关键 支持郭董每一个选区的八千票 绝对是蓝营里面胜选的关键 而不是柯文哲的民调 柯文哲拿他的民调去 小鸡就怕得要死 何况是郭台鸣 每一个选区的八千份名单 所以这个八千份名单 就是郭台鸣用来绑装用的 联署到11月 因为送中选会的最后期限 是11月14号 登记是24到28号 我中间还有10天的时间 我所有的装脚 全部站在我这边 所有的小鸡 全部站在我这边 我再来逼你侯跟柯 要不要跟我喝咖啡 所以到24号到28号 我说真的 蓝白三个人郭柯侯 谁去登记 到现在大家还不知道 大家可以直接看好戏 一直看到11月